首先是版本改动 崔斯特的主要改动 是增加了攻速对于额外卡片数量的收益 看起来40%变成20%是一个很强的改动 不过考虑到崔斯特天生就有21张卡片 如果是天选的话就是24张 因此大部分对局中 额外攻速对于崔斯特的更新后收益 相比更新之前在1至3张卡 平均收益就是24加2变成了24加2加2 提升在8%左右属于不错的正向收益 然后我们来讨论下崔斯特带什么装备好 我们限定为二星三装备崔斯特 避免打工崔斯特去污染对局数据 从选取率来看 青龙刀 法爆 杨刀都是选取率最高的 这三件也是不少法师都可以选择的思路 Delta并不高 因此这三件基本是相对均衡的出装选择 青龙刀最高登场率 每次攻击回五蓝量 是卡牌非常需要的属性 并且前期给法系棋子打工效果也不错 法爆平平无奇 增加了五法强 表现不会比上的版本弱 不过必须提一句的是 目前版本帽子几乎稳定 强于法爆 只是目前登场率还没超过法爆 杨刀则是吃到了卡牌技能加强的福利 继续保持在登场率第一踢队中 如果结合排名一起看的话 鬼叔 大天使 科技枪那时都是很强的装备 大天使经过加强之后 尤其后期终结比赛的能力得到了巨大提升 鬼叔白送15%攻速 使得在卡牌身上不再是红霸服一家独大 科技枪作为卡牌最佳的续航装 还能治疗前排 在这个版本需要拖后期叠卡片数量的环境来说 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那是意味着卡牌释放技能时稳定多一张卡片 提升不可谓不明显 接下来是阵容组成 四张固定搭配的迪斯科必不可少 每一张都可以明显提升二星卡牌的胜率 这里有两个小细节需要注意 看似版本巨大加强的塔里克 反而成为了后期陷阱 唯一一张上场后降低质量的体系牌 建议能不上尽量不上 另外是天选方面 一定不要选择机器人的秘位天选 会导致阵容组成非常难受 剩下的还有常规艾克 和表现不错的炸弹人俄洛伊 炸弹人可以跟纳美加天选耀光卡牌凑出四耀光 且炸弹人增强加高能流行增强 极大提升了炸弹人的效果 俄罗伊二根触手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说 这种配置的卡牌阵容 在14.1当前的所有对局中 在钻石分段能够打出2.63的恐怖数据 相比上版本的2.98强的一个档次 非常推荐大家尝试